那怎麼辦 也跑進來了 岩界隆隆黑煙窜進屋內 民眾嚇都嚇壞了 因為除了伸手不見五指 甚至還一度吸不到空氣 也讓住戶不滿質疑 一場大火燒出住宅的防火問題 我們隔壁鄰居的話 他們是躲在小房間裡面 因為外面除了都是 很像他們其實有一度都撐不太下去 因為那個氣是有毒的 除了濃煙之外說裡面都是那個煙油 因為說那個煙都是從大門 跟便利箱進來的 根據建築法規 建物每1500平方公尺 都必須設有防火區化 且具有一小時以上的防火遮煙設備 像是防火門 防火牆以及防火玻璃 將樓梯間 電梯間以及管道間完全隔開 且四周也得填滿确實 不能有任何縫隙 避免火石蔓延 濃煙亂窜 以及毒氣擴散 管道間出來到住戶裡面 會有一個類似預熱套管 預熱套管你必須要 將管道間裡面的防火填塞 把它塞好塞 塞正確 孩子也是必須要有防火效果 過去就有建商因為便宜形式 沒把樓層管道間確實封閉 導致住戶集體液氧化碳中毒 帶走三條人命 若是發生火警 還可能導致煙囪效應 它的所謂的管道間 為什麼會跟樓梯間是相連的啦 反正因為它會把整個煙都往上跑 那它會有熱 比如說它煙跑到哪裡 熱就帶到哪裡 另外還有住戶踢爆 明明大樓四月份要進行消防安檢 卻因為管委會的疏失延期到六月 對此主委也出面澄清 儘管管委會強調一切都有符合規定 但有技師透露 恐怕就是防火及排煙設施 雙雙失效 才釀成這場悲劇 相關單位後續也得進一步釐清 三星期晚中午報導